大家好,我要講Trello 這個原本一開始是想要讓網站比較方便 然後我就注意到Trello是一個專案管理系統 然後它有很多list跟很多卡片 然後我就想說是不是可以把這個做一個網站的填資料的後台 然後再加上Trello它有一個Explore as JSON 就是可以直接把你做的時候 你寫的時候的東西就轉出成一個Jayson 那就可以讓網站直接讀這個Jayson這樣 所以我就想就是 I have a pen and I have a Trello 然後嗯就變網站這樣 然後另外然後我還發現就是Trello可以制定 現在的Trello可以制定那個背景圖片 然後背景圖片的 背景圖片授權也是你可以 就是不需要標註性你就可以使用的 然後再加上它有Mart Down的那個語法 你可以做一些就是圖文或者是比較詳細的排版 所以我就拿這些就做好了一個這個網站這樣子 然後 這是目前的那個Trello的那個介紹的首頁 那它的特色就是直接講一下怎麼用 就是我今天如果有 例如說我有一個看板 然後我把看板連結丟 就是這個看板呢每一個是 我設想它這個是導覽的 網站導覽的每個項目 然後下面是下拉的 每一個項目下拉選單的頁面這樣子 然後頁面裡面可以寫內容 那我就把這個貼到這裡來 然後會得到一個連結 直接連過去 然後它就要變成一個網站這樣子 然後我點了就 這裡每一個東西 例如說團站中 然後這邊就要有它的東西 這樣一套 然後另外 另外很方便是如果 我另外一個方式是 如果把這裡Trello變成 把一個O變成Trello 這樣也是同樣也是會跑到剛剛那個網站這樣子 然後用 然後叫Trello也是為了紀念一個 我很喜歡的 蘇聯的歌手叫Trello 還有它很有名的manman圖 然後這個網站我有放到那個 GitHub上面 那 就整個開圓這樣子 然後 比較 就是放到GitHub上面 下一步就希望說就是 如果有需要的人 可以直接 把它fork一個 然後就 做 用類似的方式做 自己的網站 這樣 那你就可以用自己的domain name 然後 然後打造一個自己剛剛這樣子 用Trello做後台的方便的網站 例如說我之前有做一個是 呃 一個活動的網頁 對 然後 來 它的 內容也是用Trello上稿 雖然跟剛剛概念不太一樣 對 好 就是希望徵求工 也是徵求業工的事 或是可以寫 幫幫寫教學文件的寫手 好 就這樣 謝謝 好 好